大家好 今天PES暫停一場 今天會集中講講講曼聯主場對著曼城這場聯賽杯的賽事 之後會講講曼聯未來的前景 今場曼聯的陣式是4231 一貫的陣式 皮尼拉打了防中位 今場球連加特計月族是單正 格連活特是擺到前面 支援拉斯福特 這場球 麥加亞因爲因傷被陣 但他的傷應該不嚴重可以下場復出 但普巴和麥湯文尼繼續缺陣 而且這兩個人起碼過幾個星期 才有機會復出 麥湯文尼還是要拐掌支撐 這場球一開始 其實曼聯打得不錯 反而在控制節奏 曼城有些操之過急 就是被曼聯控制著節奏 但是很可惜 曼城的貝拿道斯華 一次世界波 就令整個局面扭轉了 當然貝拿道斯華的世界波 是射得很漂亮 但是廢特沒有跟貼 追追下沒有追到 也都是令到貝拿道斯華 射得這個波這麼漂亮 入球的其中一個原因 去到之後 曼聯有很多失誤 不停有很多失誤 給曼城把握機會 連迪路夫一頂頭鎚 頂尾了 給曼城的球員進攻 一下就劏穿了防線 曼聯就輸到第二球 被馬列斯蛇亞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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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 他自己有責任 自己弄得不夠好 但防中沒有及時包圍 亦是一個錯誤 令曼聯的防線立即兇殺 由馬列斯面對敵基亞射入 之後曼聯不停犯錯 不停把控球拳交去曼城一邊 到38分鐘右營尼懲罰 迪布尼一一下吸過了宗斯 一一下射球被迪基亞擋出 但佩雷拉反而不切 把球撞入自己的龍門 當然這個球是有點犯規的嫌疑 因為迪布尼尼射門的時候 之前威廉斯被人推低了 但其實這球球可以說是有點犯規的嫌疑 但曼聯這場球其實可以落後很多球 在上半場 但迪基亞這場也都是 基本上已經做到他能夠做的事 都擋出了不少必入球 但曼聯的後防是非常不穩 是不停被曼城有這個機會 令曼聯接受這個懲罰 在上半場已經落後了3比0 更加可能你覺得是不止3比0這個比數 蘇斯卡查必須要做出這個改變 下半場就用馬迪換入了有王牌在身的連加特 連加特這場球其實也沒有什麼表現 都是做不到太多的事情 馬迪進來反而加強防守 推回皮尼拉上前 反而效果更加好 令到中場是比較流暢的 下半場也都見到 曼聯是比較掌握好一點 就不會那麼容易去丟失這個控球拳 給對手的了 也都憑著在70分鐘 憑著這個對手迪布尼的失誤 由這個格林匡特傳了球 被這個拉斯福特射入 就為曼聯追成1比3較接近的比數 那本來0比3基本上在這個聯賽杯 基本上已經亡望的了 那現在都不敢說有任何希望 但是1比3這個比數總好的0比3 好像有一絲的懸念在這裡 回到下個回合 這個曼城的主場 的英聯杯 因為兩回合的英聯杯 這個賽制 就在1月30號的 曼城主場就會對著曼聯 現在曼城是領先3比1 那英聯杯的賽制有點特別 就是不會有這個作客入球的優惠 換言之呢 曼城雖然有3個作客入球 那他 都如果曼聯是贏2比0呢 在這個作客的環境之下呢 曼城呢 和曼聯是要打這個家事的 那所以 2比0是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都會不敢說 那當然曼聯現在的陣容就差一點 那所以 你可以說曼城 很可能呢 是 會入決賽 那曼聯又會丟失一個獎杯 那但是 這些東西呢 也都不敢說的 因為曼聯 但是 似乎在作客的環境之下 也都不贏 曼城呢 反而在主場呢 是 對著曼聯呢 好像也都 找不到有什麼 很大的優勢 那 固然這場球好像還有一些懸念 那但是曼聯的 前景呢 是堪憂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曼聯將會在下場就對著樂域治 那15號就 再會在這個 竹總班重賽對著這個狼隊 之後過5日呢 又對著這個榜首 也是宿直的利物浦 再在3日後就對著搬離 之後7日後就對著曼城 之後 2月2號就是 這個 又是3日後呢 又對著這個狼隊 這個如此頻密的賽程 基本上在聖誕快車呢 一直以來 曼聯基本上都沒有什麼 怎麼休息過 再加上呢 因為普巴和麥湯文尼的缺陣呢 在中場的人手是足勤見爪的 那 曼聯也都不敢起用 比較慢的馬達 但是我覺得馬達是很有 這個優勢的 就是他可以控球在腳 他控球好 亦都掌握節奏 那曼聯應該要多些用他 好過不停用這個連加 但是毫無表現的 但是 去到現在蘇斯卡查 不用馬達 那也都 沒有話好說了 已經 去到今時今日 這個曼聯的賽程 那麼緊迫的時候呢 我覺得 馬達應該要起用啦 那反而這個 因為麥湯文尼的決陣 其實對曼聯打強隊的影響是很大 因為麥湯文尼那種硬正性呢 是 麥湯裡面很需要他呢 由他去搶球 去反手為攻 當然陣地戰 你可以不出麥湯文尼 都可以 嗯 因為麥湯他創造性呢 就沒有那麼高 但是 現在呢 無論普巴這個創造性很好的中場 和防守很好的麥湯文尼都缺陣之下呢 費達基本上都要長長打足 那他對他的體能呢 都是很受影響的 那而且很明顯 皮里拉也都不是打這個 中場中 或者防中的材料 令到他在進攻上呢 反而做不到太多東西 防守上呢 亦都 欠奉的時候呢 反而令到曼聯的 形勢呢 是 好像有些 不上不下那樣 那變了要用馬迪這樣去打 那但是 在中場似乎馬迪又比較慢 但是馬迪其實做到東西呢 那但是 蘇加柴也都未必想 那麼想重用他呢 因為馬迪也有回年紀了 那但是我覺得 在這個情勢上 蘇加柴也要迫著用他了 在這個時候呢 曼聯的形勢可以說是非常之空險 未來打那幾場呢 基本上都很大的憂慮 因為 曼聯基本上的中場呢 都沒有什麼 太多的輪換前鋒 也都是 要出發那些 反而 自己是足中杯不生勝啦 又加多一場重賽 無端端又踢多一場 那更加 有問題啦 之後又要對著浪隊 利物浦這些 全部都是不以應付的球隊 那曼聯的中場 是缺乏休息的之下呢 那很大機會 如果輸中場的話呢 也都做不到任何的反擊呢 那曼聯基本上這幾場球呢 都不需要有太大的期望 所以 東窗 一定要簽一個中場 起碼的 因為 中場 就是現在缺乏有些 有創造性的中場 這個是認真的的 那防 一個 除了麥湯文尼 現在麥湯文尼的缺陣啦 那會不會有一個 就是可能全能一點的中場呢 那 那 不一定說 很完全 很準攻性 但是全能的中場 是必須要有 那 但是 曼聯現在簽人也都不容易啦 每個人都知道 曼聯有什麼問題 每個人都獅子開大口的啦 也都 曼聯 近年的成績不好 歐霸 只是打到歐霸 打不到歐聯 的話呢 那 那 人家願不願意來呢 也是一個問題啦 就是 如果你說曼聯想簽這個 麥湯文尼 不是不可以的 那 但是 麥湯文尼 願不願意來呢 那 用 連加特加錢換 麥湯文尼 我覺得是荒謬啦 就是 還要加四千幾萬 那 人家麥湯文尼 怎麼會願意來曼聯呢 就是 我下屆 我打歐聯 我現在拿第二不好 是不是 那 所以 看曼聯 有什麼人肯來啦 就是 其實 是很難簽人的啦 那 我只希望 在這個 這麼 緊密的賽程裡 呢 萬聯 不要再有 球員傷啦 那 那 對萬聯來說呢 十二月 去到現在 去到 成二月頭呢 都是不停要打 賽事的 那 對萬聯來說呢 是非常之 難過的 這段時刻 那 希望他能夠頂過他啦 今天 就 說到這裏 好 喜歡這條片 就給個讚啦 好 多謝大家 拜拜